果然,王小飞刚坐上就感觉到椅子是真的很厉害,从上面散发出来的灵气越来越浓郁起来,很快就把王小飞整个的人都笼罩在了里面。 脱单绝运转时,王小飞发现自己每一次的运转都比起外界的运转得到的蒸汽量提升了一倍。 哎,好宝物啊,王小飞知道这东西对自己太有用处了,等于是随时都带着一个距林阵在走动。 探守中,王小飞把那把大刀抓了起来,这是一把修真者能够使用的大刀,王小飞甚至明显感觉到这刀还带着有一些灵性, 自己就算是现在能够炼制大刀,同样也是没有那么一些材料来进行炼制。 夺魂刀,上面有着古朴的三个字,好东西啊,王小飞已是收取了这把大刀。 目光一扫时,王小飞把那黑色的牌子拿了起来,上面只是写着一个大大的八字,其他的是什么都没有。 王小飞左看右看了一阵,却也真是没有看出这黑牌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拿在手上还沉沉的。 心中一动时,王小飞就从戒指里面拿出了那个在一国得到的仓屋木制成的钥匙, 只见那钥匙上果然写着一个二字,字体与这黑牌上的字体是一样的。 怪了,王小飞看了一阵也没看出情况,只是感觉这两件东西可能对自己是有用处的。 小心地把这两件东西收起来,王小飞的目光这时才投到了预检的身上。 其实,王小飞刚才第一时间就想看预检里面的内容,是忍着诱惑先看了其他的东西,现在是到了了解一下这东西的时候了。 预检被王小飞拿起凑到了脑门前,大量的信息已是进入到了王小飞的头脑之中。 随着那些信息的进入,王小飞的脸上也露出了惊喜之情。 这个幽灵船叫做顿星船,是一艘能够远距离飞行的法定,是一个修正高手炼制的东西,能够自动防御,自动攻击。 在修正界里面,只要定好了方向,他就能够自动地行进,修正者在这里面能够进行修炼。 这飞船还能够用炼气的材料提升,现在这艘宝顿星船其实还不是太完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王小飞在那预检中,已是得到了收取这顿星船的方法。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为重要的是,这预检里面有着一个炼气的船程。 这个船程比起王小飞得到的那个船程还要强大。 在炼气之上,王小飞以前得到的船程不外就是达到原因级的炼气手段,而这次得到的就更厉害了。 通过介绍,王小飞才知道,以前自己只是得到了中级炼气术,现在是得到了高级炼气术,知识就不是一点点的差距了。 顿星船里面并没有太多的东西,除了这些之外,已是没有了。 幽灵船的存在就是一个船程而已,目的就是把这高级的炼气术传下去。 得到了高级的炼气术,王小飞相信只要自己把这些知识弄明白,自己的炼气知识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这次的事情对于王小飞来说,真的是收获极大了。 这时,王小飞就明显感觉到了海里面传来了巨大的声响。 看来,妖族已是被惊动了。 听到有妖族要到来时,王小飞快速地采用预检里面收取顿星船的办法。 一滴血水寄出之后,就见那血水进入到了白玉式的桌子之上。 然后,王小飞又是各种的守绝打出之后, 很快地,王小飞与这顿星船就有了一种心灵间的联系。 成了!收取其实并不困难,只要寄出了血水,又守绝正确, 这艘顿星船已是成了王小飞能够操纵的宝物。 到了这时,王小飞才算是真正明白了顿星船的强大。 这船上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动攻击。 如果是人来操纵时,其防御和攻击的力量都非常强大。 防御启动! 王小飞传出了一个意识时, 这顿星船上已是有着一层无色的护罩出现, 用的是阵法吸收的能量。 王小飞也认真地看了起来, 顿星船能够通过阵法自动地从天际吸入能量, 然后用这种能量为动力。 这哪里是一个炼气师? 王小飞感觉到这传承知识的人应该更像是一个阵法大师。 还没有脱响时, 王小飞坐在这船里面, 却是能够通过顿星船看到外面的情况。 一眼望去, 王小飞也感觉到头皮发麻, 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有着那么多的海妖。 现在一眼望去, 在这黑夜之中, 海里面完全就是一群群的海妖出现。 这些海妖早已是把幽灵船整个的包围了。 启动全船距离阵法, 提高能量。 王小飞发现自己指挥起这顿星船, 根本就不必做什么事情, 只需要坐在这里, 用神识发布着指令, 就已经能够达到。 这才是顶级的炼气术啊。 到了这时, 王小飞才发现炼气术自己知道的不外还是一些皮毛的东西, 用神识操纵的事情, 以前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随着王小飞的指令传出时, 就见整艘顿星船上的距离阵都启动了起来, 然后就是大量的灵能向着一处特别炼制的地方而去, 庞大的能量已是注入到了一个阵法之中。 炼气术的攻击都是用阵法距离, 然后化能, 再然后攻击。 这里是海面, 从海里面散发出来的灵气是陆地上的无数倍。 攻击! 妖族这时已是掀起了巨浪, 大量的攻击朝着顿星船而来。 随着王小飞的指令传出时, 就见从顿星船的四处都在发出能量的攻击。 声音在这海里面震动, 正在扑过来打击顿星船的妖族如兽重创, 一个个都跌落下去。 王小飞倒也并不想多杀妖族, 看到击散了前方的妖族之后, 王小飞驾驭着顿星船向着岸边而去。 杀! 妖族这时全都怒了, 一个首领大吼了一声时, 大量的妖族向着顿星船发起了攻击。 开始时, 王小飞还有些担心这船承受不住攻击。 后来看到那么多的妖族都在攻击时, 她才发现这顿星船是真的非常厉害, 这些妖族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攻击, 都毫无效果。 看到这情况, 王小飞才算是彻底的放心。 由于放松了心情, 王小飞这时才有时间去看看妖族们的情况。 一眼望去, 王小飞也有些震惊, 成妖的鱼虾之类真的很多啊, 海里面现在是各种各样的妖族都出现了, 许多还是王小飞从来就没有见过的。 围赏攻击! 一个看上去修为超过了叶卫西的黑大汉, 这时在那里手持着一根巨大的长骨, 一边攻击一边大吼着。 这应该是叶卫西他们的大哥吧? 王小飞并没有想到杀他, 顿心船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向着华夏的方向而去。 当王小飞的顿心船到了一个地界时, 本来追杀着的那些妖族已是退去, 可是就在他们退去时, 又有着一对妖族围了上来。 难怪记载着那么多的一些情况, 想在这海里面收取到顿心船, 王小飞也感觉到是自己的运气太好了。 没有多想, 王小飞又再次地对着那些到来的妖族展开攻击。 一路行来, 王小飞并没有露面, 他也不想找麻烦, 不让妖族知道更好一些。 每一次的阵法攻击都来得猛烈, 大量的妖族倒在了海里面。 做完了这些事情时, 顿心船已是来到了最靠近岸边的地方。 里面是什么人? 出来! 一个身上荧光闪闪的巨大妖族就站在前方的海面, 手中是一根也不知道有什么材料炼制的银棒。 打! 王小飞当然不会跑出去了, 只拎着顿心船朝着这人就冲了过去。 哼! 黑大汉大吼了一声, 大棒朝着王小飞的顿心船就砸了过去。 哼! 一声巨大的声响之后, 黑大汉再次无力了, 竟然被顿心船撞得口中狂喷血水。 好厉害! 黑大汉吃惊地看向顿心船, 心中有着深深的不甘。 可是无论他怎么去想时, 这船已是冲开他的防守, 向着远处驶了出去。 站在那里, 黑大汉已是想不出对付这怪船的办法, 他知道自己就算是冲了上去也没用。 妖族们完全跟在了他的身后, 刚才死伤太多了。 糟了! 响了一阵, 黑大汉只能带头回去了。 大家都明白, 这幽灵船从此算是有了主人了。 一想到幽灵船有了主人时, 妖族们都神情复杂地, 再看了一眼, 已是远远离去了的顿心船。 王小飞这时已是抛开了追兵, 顿心船的速度太快了, 很快就已经能够看到海岸, 在这里已是没有了妖族的出现。